不是李笋不是马林 孙以沙票选第一教练曝光 原来是他的大恩人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压三的视频给更多关注孙以沙 关注国拼的球皮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孙以沙最近的情况 我们也知道现在视频赛 已经是正式结束 孙以沙他们接下来将会继续参加WTT世界杯 而我们回顾本期视频赛也可以发现 其实孙以沙可以说是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 也就是在女单决赛当中 也是一个微弱的一个劣势 输给了自己的队友王曼玉 无缘这一块非常有分量的金牌 在赛后很多人都觉得说 其实这一次孙以沙之所以会输掉比赛 不是因为他个人的一个实力问题 而恰恰是因为他可能 他的整体状态出了一些起伏 所以包括一些失误上面也没有处理好 因此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也是非常遗憾 输掉了比赛 而且说我们也知道 其实回归到孙以沙本身 他之所以出现了这些小问题 其实很多人也都觉得说 很有可能和他此前 他的主管教练黄海诚 临时离开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也知道当时 我们国评正在热身赛 正在紧张的集训当中 为了这一次视频赛 做最后的一个重施准备 结果恰恰就是在那个时候 孙以沙一直以来呢 跟着他这个一路走来的一个主管教练 黄海诚呢 也是因为自己家庭的原因呢 被迫不得不提前离队 所以当时啊 其实对孙以沙来说的一个影响 还是蛮大的 毕竟这个主管教练呢 其实啊 从他从国家二队一直跟到现在呢 可以说是 孙以沙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和黄教练是完全是分不开关系的 所以现在这么大的一个恩斯呢 提前离队 那么对孙以沙整体的一个训练体系啊 包括他的训练状态中断的话 影响可想而知是有多大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缺乏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主管教练之后呢 对于孙以沙的影响是很大的 尽管后面刘国梁已经安排了一个临时教练 那么去担任他的一个主管教练 但实际上呢 其实相比较于黄海诚 这么多的一个默契以及磨合呢 肯定是没有办法相比 所以其实从中也确实看得出来 这个主管教练对于孙以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现在视频赛结束之后 那么很多球迷呢 自然也都非常期待说 刘国梁现在能不能够说 在下一个阶段给孙以沙呢 安排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啊 这个主管教练呢 那么这样一来对孙以沙后续的一个成绩提高呢 可能会有很大的好处 那么目前来看 国评呢还没有正式公布这样的一个 这个最终的一个名单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可能外界票选的第一教练呢 一个人选也已经是正式曝光 那么对孙以沙来说 可能呢这个人选对他而言确实呢 是最合适的人选 那么首先呢 可能呢有些人觉得说 那么目前是不是李损比较合适呢 毕竟李损呢 其实现在的话 那么作为主管教练 确实能力也是非常厉害的 但与此同时 其实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呢 李损教练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 他现在已经是50多岁的年纪啊 头发花白 确实也是超岁型 那么这么久以来呢 他其实已经是为女拼这边的工作呢 付出了太多的一个尽力 可能呢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兼顾孙以沙 所以呢其实李损教练呢 确实是不可能成为 孙以沙的这边的一个第一教练 那么另外一方面 可能也有些人觉得说 马林和肖战 是不是也非常的合适呢 当然其实他们两个人 也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主教练 毕竟呢 像马林 他带出了刘诗文以及陈梦 那么毕竟像现在的话 也确实保持着不错的一个成绩 但是其实我们也要意识到呢 现在刘诗文还没有退下来 而陈梦呢 现在的状态也是起起伏伏 他都需要马林教练呢 在后续去花费更多的时间 来给他们呢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马林估计啊 也抽不出时间的去兼顾 孙以沙这边的这个练习 那么另外一方面像肖战教练 那么他在此前呢 确实是非常的专一 一直是陪着王曼玉的 而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 王曼玉夺冠之后呢 也是啊 冲过去和肖战教练 进行一个拥抱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觉得肖战教练 接下来呢 他可能还是想花费更多的精力 去和王曼玉进行一个提高 那么将一来 他可能呢 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陪伴孙以沙 所以综合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那么可能呢 孙以沙目前票选的第一教练 并不是李损 马林或者肖战 而是此前 他的大恩人 也是大贵人 杨广帝 那么我们也知道 其实杨广帝呢 其实在此前的一个备战当中 就曾经出现在国家队当中 去给孙以沙进行一个陪练 而且我们也知道 孙以沙之所以能够啊 来到我们国家队呢 去进行一个比赛 得到这么多的机会呢 在当年恰恰也是杨广帝这个大恩斯呢 去培养他 去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对孙以沙来说 两个人的本身就是知根知底 而且默契也是非常足的 如果说能够由杨广帝来担任孙以沙的一个第一教练那么好 或许对他后续的一些教育 一些问题的一些改善改善啊 会对他的一个水平的提高啊 可能都是有大有好处的 所以现在虽然说 这样的一个名单还没有公布 但是希望国拼 还有刘国梁这边 也能够认真去考虑一下 目前的外界球迷票选的第一人选 可能对于孙以沙 未来的发展来说呢 都是大有好处的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 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